有被月炮 哇傻眼 就是連朋友也沒辦法打 然後突然間就 它從後面撞我 我要再重複那個車子的保險 講來講去 為不懦弱 誰都有害怕的時候 往後退縮 只會將壞的好的都錯過 今天要恭喜呢 我們的膽小鬼可情呢 她出書了 我覺得說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一個小女子呢 就是單身出走到國外36天 所以在這邊要歡迎可情 哈囉可貝姐好 這本書本來是應該要這樣送給妳 我自己拿了 可是我覺得這本書名很特別 就是說膽小鬼出走 就表示說妳自己是膽小鬼 我是 妳怎麼的膽小鬼 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看起來可情就是那種很陽光型的 很陽光很活潑 這就是一直以來在螢幕前給大家的印象 但是其實這次真正的去了這個旅程之後 在整個旅程當中發現很多自己的不足 跟發現自己脆弱的一面 然後就覺得 其實我是不是也能把這樣不同的面向的可情 呈現給我的粉絲 呈現給觀眾朋友看 對 所以才會有這次膽小鬼出走這個名字 就是要去面對自己的脆弱 了解 不要算機票的話是一萬 對然後 再加機票錢什麼這樣才差不多一萬出而已 對對對數學不好 一萬加一千二 一萬一千二左右 然後但是我一萬裡面有五千是 一般人都不會用到的錢 因為像我有去玩那個Skydive 那邊就兩千了 對 然後還有我有租車子 車子那邊也是大概兩千多 所以車子你自己一個人 對 全程是你自己一個人 有中途有找一些可以分擔遊費的一些旅 其他的背包旅客 我們比較期待說可情在這個旅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什麼願意 對 有 真的喔 來講來聽一下 約炮 這些人類的名詞吧 然後呢 裡面其中有個讓我感覺不舒服的 就是他我們是一群backpacker 在hostel裡面 因為我在那邊都是住那種宿舍 就是住床位的 就很多人一起睡的 對男女女都在一間房間 然後我們就來自不同國家的五個朋友 在那邊喝酒聊天 聊得很開心 然後開始在聊大家的一些感情事啊 他還跟我們分享說 他的女朋友是韓國人 然後他是紐西蘭那邊的 就他們遠距離戀愛 跟我們聊得多難過 然後大家上床準備要睡覺之後 他突然間過來 就是說什麼 比手畫腳的啦 然後說出去啊 這樣怎樣啊 然後又做了一個 finger cross的標誌 然後我其實不明白是什麼 我當下就是有點醉 我就很累 我就跟他說 我要睡了 我要睡了這樣 然後他就回去睡了 後來我想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繼續問人 沒有我就躲在被窩裡面 google search finger cross meaning 然後就發現 什麼to become one 之類的 就是要有 這個 所謂的性關係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你是說 OK 不認識 然後你突然間這樣approach我 我會拒絕 但是至少我不會對你這個人反感 但是你剛才 對 你剛才演的 你多麼愛你的女朋友 然後還哭啊 還什麼 然後你現在突然間這樣來approach我 就會覺得哇 傻眼 就是連朋友也沒辦法打了 對 難忘的這個過程裡面 最可怕的經歷 最可怕的經歷 你印象最深刻的 有兩件耶 其中一件是車禍 我這邊開車的時候 你是自己開車車禍 紐西蘭也會車禍 幹嘛呢 可是紐西蘭都是山路 就是它很可怕的是 它很多山路是 它的路只有單行到這麼寬 但是它其實是要兩輛車一起走的 它是雙向的 然後你的旁邊沒有欄杆 下面就是海了 OK 下去就掰 結果你的車禍是怎麼樣造成的 我的車禍是在一個世界最陡的城市 叫Denidin 然後那個地方它的路就是都是這樣啊 像Rollercoaster 然後你在開車的時候你的車是這樣的 你一個人 對 然後我在記得那時候下大雨 然後突然間就碰了 它從後面撞我 就是我要 我要 我要從我的parking出來 Main Street 然後它從後面這樣撞過來 碰 然後我當下傻了 而且下大雨 我就想說 所以我現在是要怎樣 我現在要下車嗎 還是我應該要怎樣 然後我就傻傻的走下車 然後我看到它我也講不了話了 為什麼 太慌了 然後下雨嘛 我就直接這樣 逼一個 這樣子 就這樣看著它 然後 路人就開始來幫忙啊 就Cropolis 有的沒的這樣 然後後來就 車子也很傷了 就不能再繼續開 所以租車公司那邊 又要再派另外一輛車子給我 然後我要再重複那個車子的保險 很感謝 我就開始po Facebook 然後就有很多朋友 他們有一些朋友是在紐西南 是工作或是生活的 他們就有來幫忙我 所以這個Facebook的功能也真的蠻好的 感謝完了 有另外一個比較驚險的是這個封面 這封面怎麼一回事 這封面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雪 結果 但是是不小心的 就是我去爬這座山 而它費時九個小時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一座雪山啊 所以我穿著普通的運動鞋 然後穿著一個夾的羽絨衣 裡面沒有羽絨的 然後就這樣 羽絨衣沒有羽絨的 它就是那個造型 因為這是在當地認識的朋友 他們借給我的 他們說上面會很冷 我裡面只穿著一件很單薄的長袖衣 結果走著走著 走了兩個小時 就開始滿地都是雪白白的 然後很開心啊拍照啊什麼的 結果在走上去的時候 前面的人看到我這樣子的裝備 他們說小妹妹你不能再繼續往上走了 就太冷了 你必須要馬上下山 因為上面的雪是已經覆蓋到小腿之上 很誇張 然後他們是拿冰杖的那種 Oh my god 所以如果你在上的話 可能就非常的危險 我應該會死掉 我應該會死在那邊 而且那個寒 因為你的衣服是根本沒有辦法預寒的 對 而且我的鞋子太滑了 所以我一直滑倒一直滑倒 搞不好這本會變我的遺座 還好會回來 可情這個小妹妹呢 我覺得只有一件事情啦 我希望呢 趕快找到一個呢 愛她的男人 因為她的心願就是想要有個家嘛 對不對 一個很溫暖的家 她對這個幸福家庭呢 有一定的憧憬 所以我希望呢 她趕快夢想成真 郵輩 不要再問你 好 讓我來 先說 謝 請 我 再幫我 我可以 那時候 你 感谢观看